近年来,张琴出演了多部备受瞩目的八点档剧集,包括《雨夜花》、《甘味人生》、《炮仔生》、《天之娇女》、《一家团圆》,以及目前正在热播的《天道》。 在这些剧集中,她都饰演着林叶千代等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,因此被誉为八点档戏剧界的天后,今年已经七十岁的张琴依然保持着极佳的健康状态和活力。 她即将参加《忘不了我们的歌》演唱会,与子子张琴一同努力奉献精彩演出。 在被问及最近状况时,张琴首先澄清了自己遭到的死讯谣言,却也透露了妹妹张琴曾经历过一段生死之境。 张琴爆料到,妹妹张琴在九岁时曾因尿毒症险些丧命,医生曾宣布她无法挽救,甚至出现了瞳孔放大和脱缸等症状。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,张琴依稀记得医生告诉妈妈,可以放弃治疗,即使挽救过来也可能导致智力问题,建议准备好棺材。 然而,妈妈并没有放弃希望,一直恳求医生继续治疗。 在那个危急的时刻,妈妈为了拯救女儿的生命,不断地哀求医生,最终找到了可以输血的人,才让张琴得以幸免于难。 尽管医生警告说即使挽救过来也可能会有智力问题,但妈妈依然坚持要救女儿,甚至说, 就算她变成白痴我也要救她。 经历了这次生死考验后,张琴感到非常庆幸能够活到70岁,姐妹俩对母亲的爱心感激不尽。 谈及此事时,更是激动落泪,也希望能够将母亲的爱传递给更多的人。 根据报道,已经年届76岁的资深歌手张琴多年来已经退出了歌坛,但今年5月25日与妹妹张琴,侯丽芳和孙晴一同出席了公益记者会,宣布将于6月10日在国父纪念馆举办《忘不了我们的歌》。 演唱会,在接受采访时,张琴提及之前传出的死讯谣言,她无奈地表示, 我现在活得好好的,但她也表示,这次演唱会将是她的告别演出,因为几年前患了重病,曾经走过一次生死关口,令她深感人生脆弱,提前告别总比来不及好。 三年前,她曾因接种疫苗而导致全身过敏,危及生命,在医院接受了14天的抢救。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,她仍然心有余悸,表示自己本以为不舒服的状态会在几天内好转,但没想到连续几天发烧,最后陷入昏迷。 幸好妹妹及时送她去医院,情况危急到连医生都形容她是,子里逃生,张琴卧病在床期间,不断向神明祈祷,我这一生中真的很乖,我孝顺父母,孝爱公婆,我是个很乖的女人,如果觉得功德圆满,快把我带走。 如果留下我,觉得我还能做一点事,请让我能渐渐恢复,她当时竟从空中看到自己躺在病床上,我在上面看着自己,连点滴都一模一样。 妹妹张琴心疼地说,这是濒临死亡的状态,历经生死交关。 张琴想及这次开唱,向大家好好告别,希望所有歌迷下个月能齐聚国父纪念馆。 所有经典歌曲都将在演唱会当天原汁原味呈现。 在演艺圈中,有很多家庭成员都涉足其中,像父子搭档,母女搭档等,多数是老一辈带着年轻一辈在圈内发展。 年轻一辈顶着长辈的明星光环,发展得也比较顺利。 除此之外,还有兄弟搭档或姐妹搭档的情况。 但由于缺乏前辈的引领,发展相对较慢,最终成绩也就不会太高。 刚刚所说的张琦和张琴,就是姐妹同步出道的情况。 首先介绍一下姐姐张琦,她生于1947年,本名张友琴,出生在福建福州,曾经是知名歌手。 中年后转行为保险员,晚年从事公益慈善志工。 她的生父是当时干线的宪兵队军官。 因为家境贫困,出生不久即被送养,给了当时尚无子女的养父张文伟。 1949年,张家随国君抵台,在淡水落脚。 但不久,张文伟却因涉及小老婆仪式被降职,家庭再次牵制北投。 之后,妹妹张琴与弟弟张国筑相继出生,然而张文伟染上毒瘾,家境一落千丈。 张家大儿子黄旭男开始到工厂打工,幼年的张琦也帮忙打零工,生活十分艰难。 自从二妈生下张琴后,父亲开始疏远她,态度也变得恶劣,甚至打骂她。 有一次,她被毒打到北投镇公所的大榕树上躲避,后来得由养母黄旭男保护才赶回家。 在她十岁时,黄旭男心疼她成天遍体鳞伤,加上无法忍受张文伟的好度。 绝望之下,带着她到了淡水河边,打算轻生。 但是在即将跳下去时,她提到了弟弟妹妹,才使得黄旭男清醒过来。 最打消念头,在她小学六年级时,张文伟忠于因赌书拜光家产,还打算与人立下字句, 以新台币四千元将她卖到北投的风月场所做。 一女,所幸有大妈黄旭男的立祖儿姓年,16岁的时候,就读台北市私立育婴中学的她,被张文伟强迫修学,打工为付偿还赌债,后由黄旭男同乡介绍,至台北市长春幼稚园担任老师。 1964年,张旗十七岁时,警察广播电台举办交通安全歌曲演唱比赛,并提供高额奖金。 怀揣赚钱心思的她立即报名参赛,并且一举获得冠军,还因此考进了警广空中歌厅。 此间值得一提的是,当时该比赛的亚军,即为张旗日后的歌坛情侣。 谢磊 张旗与谢磊分别与警广签约,每日只需要到警广现场演唱,一直到台市现场直播节目《全新会》,打算引进心血。 警广的节目制作人李鹏远,便带着她与谢磊拜访圣之后,两人又受邀参与《全新会》,之后张旗与谢磊合唱了《月下对口》,因此大获观众好评, 季儿爆红,她的巅峰期是与谢磊合唱了,傻瓜鱼也压头。 而歌迷也一直认为两人私下也处于热恋,然而事业正处上升之时,张旗却爆发倒嗓危机,于是张旗减少曝光。 等到她再传出消息时,却是在1968年,被媒体议策语,崔小平啊,有牵连,不过该消息并未有确切证据,后来便是无疾而终。 其实在她倒嗓期间,与谢磊确实有过一段恋情,甚至连喜饼都谈好了,双方家人也都相当喜欢对方,但爱与两人肩上都被有父亲赌债的重担,不敢有儿女私情。 最后恋情不了了之,到了1969年,她与小学同学的哥哥杨靖晨,在香港重逢而燃起爱苗并结婚,谢磊才大度放手。 之后,杨靖晨随同张旗回台湾工作,却正逢电影夜不景气,曾经整整两年没有电影可拍,家绩全靠她一人为耻,两人也因吵架摩擦,健身分歧。 1978年5月,杨靖晨与她达成协议离婚,但由于共同抚养一对儿女,所以几个月后又再度结婚。 然而,在婚后不久,两人又因为争吵再次离婚,直到1986年,由子女居中牵线,两人再次同居,并且至今维持着婚姻。 1986年,杨靖晨的好友,与她关系密切的大妈黄旭男因患胆结时,紧急住院接受手术,幸运地在台北市立阳明医院得到了成功的治疗。 张奇也因此下定决心从事志愿者工作,投身公益事业,由于演艺事业不再像以前那样成功。 1989年,南山人寿的一名保险员发现了张奇,于是她以本名张友琴加入了南山人寿,转而从事保险业,刚开始转行的时候,周围的朋友们都不看好她,纷纷劝她回归演艺事业,但她已经下定决心。 最终,她的决心得到了回报,仅用了三年的时间,张奇就成为了年薪数百万元的区域经理,如今已经是晚年的她,主要从事公益事业,偶尔接受演艺界老友的邀约或参与慈善募款活动上电视,然而,命运对她一直不公。 张奇曾表示,由于半月板受损,不仅难以行走,甚至在夜间动一下也会疼醒。 然而,为了参与公益活动,她决定同时对双膝进行手术。 她透露,医生最初说每月要回诊一次,但由于我到处奔波,左膝的康复速度较慢。 此外,她还抽出一百毫升的血液,健康问题一度让人感到心疼,但她不断努力。 虽然云雾未开,但她一直在追求,相比之下,她的妹妹张奇的生活就顺遂得多。 张奇,生于1952年9月16日,比姐姐小五岁,本名张爱琴。 小时候,她比姐姐幸福得多,尽管父亲对姐姐很严厉,但对她却十分宠爱。 此外,母亲一直陪伴在她身边,所以她的成长历程一直十分顺利。 她的职业生涯也与姐姐不同,她以演员的身份出道,在台式连续剧《恰恰碰恰恰》中,扮演女强人角色,唐恬心,而走红,还荣获了1992年行政院新闻局优良女主角奖。 此外,她还曾入团1993年第28届金钟奖最佳女主角奖,拥有无数荣誉。 然而,尽管她的生活和事业看似坦途,婚姻却像姐姐一样遭遇了困境。 1979年,有媒体报道她与丈夫许德红离婚的消息。 事实上,关于夫妻二人感情有变的新闻,在媒体真正爆出之前, 就已经在圈内流传有半年之久了,只是张琴夫妇彼此认为在下一代的面前,不忍将 缘尽情了,的故事上演,于是一忍再忍,但积攒多日的爱恨,终于还是爆发了。 不过虽然离婚仪式双方均未承认,但在圈内和圈外,早已被默认了。 现如今的她,尽管婚姻不幸,但仍活跃于八点当戏剧,如近年收拾高拘捕,吓得泡仔声,甘味人声等等。 演,既令人印象深刻。 遗憾的是,姐妹俩出道超过四十年,却已将近四十年为在屏幕上同台演唱,曾经有主持人问是否有吵架。 张琪赶紧解释,是两人各自在事业上太过忙碌,才会导致无法同框。 姐妹两人虽无血缘关系,但情同亲姐妹,张琪甚至说,比亲姐妹还亲。 希望姐妹两个在接下来的生活,都多一些幸运,别再遭受磨难,好好享受生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